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我是安卓 有没有搞错啊,新车才推出没多久 竟然有车主表示,它的Cybertruck已经生锈了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许多美国知名YouTuber的讨论话题 另外,有件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我的车在这几天总算收到了特斯拉FSD V12版的推波 但因为最近南加州下雨不断 本来想雨停后再帮大家做正式的驾驶体验 但趁着下雨入了一段靠神经系统决断的V12版 想看看它的自动雨刷有没有变得更聪明 没有想到结果让我超级超级意外 不管是在雨刷或者自动驾驶方面 相关的内容都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就是 有资格免费领Amazon股票的朋友 各位都拿了吗? 只要你有美国Sama2月底前开富途账户 并且符合入金资格的朋友 不但可以抽15股免费股票之外 透过我的连结申请的朋友 还可以再领一股Amazon股票 连抽都不用抽 更好的是账户里面闲置金额 前三个月还享有8.1%的超高利息 这个活动还有几天就结束了 当然他们在3月也许会有其他活动 但目前这个活动的投资报酬率 我觉得是超级高的 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赶快去申请 好了希望各位好朋友在帮我按了赞 以及确定你有追踪我的频道之后 尤其不想错过过几天 我要分享的FSD V12版自驾影片的朋友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啰 特斯拉的Cybertruck自从正式交车后 可以说不管是走到哪 都会成为目光的焦点 除了它的造型独特之外 车身采用超强硬度 30倍的冷压不锈钢材质 不但看起来特别 更号称可以防弹 但是最近开始有早期交车的车主回报 他们的全新Cybertruck上面 出现了一些锈斑 各位这时可能会想说 它不是不锈钢打造的吗 怎么也会生锈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在陪我朋友去贴隔热纸的时候 细心的店家也有提醒我 关于发现锈斑的问题 而且那天是我朋友领车的第二天而已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后来仔细瞧瞧 那些锈斑 其实是车身沾到像带有铁的成坟后 生锈的痕迹 这个情况其实很常见 一般的车辆上也会发生 所以如果比较细心做汽车美容的朋友 相信都会使用像黏土啊 或者去铁粉的溶剂来进行清洁 我自己在洗车时也会使用类似的东西 各位如果有需要这种汽车美容产品的朋友 我把相关的Amazon连结放在说明栏里 方便大家去逛逛 但由于Cybertruck它是金属合金的材质 所以当这样的锈斑出现时 就会变得更显眼 同时像我们所在的加州 水质是偏硬的 所以在洗车之后啊 如果没有适时擦干的话 到时车上也会有许多水垢 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虽然Cybertruck的不锈钢车身非常特别 但保养的方式其实跟一般车辆一样 就是定期清洁你的Cybertruck 当然怕麻烦的朋友还有个选择 就是进行包膜 或者至少上透明的涂层保护 但缺点就是要多花一点钱啦 不过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 即便是30X的冷压不锈钢 虽然它在表面有一些可以防锈的金属元素 但是当正面非常薄的保护层被破坏 或者在极端的条件之下 例如像高颜度高温 或者接触到腐蚀性的化学物质之后 即便是300系列不锈钢本身啊 也有可能会生锈的 而且通常这个时候处理起来 会比一般传统车辆还要更麻烦 所以关键就是定期的清洁 避免碰撞还是最重要的 那即便Cybertruck号称可以防弹 但至于能够有多防锈呢 这一点我们就等时间来验证吧 就像之前马斯克也号称 Cybertruck可以防水 它能够暂时作为船只使用 说它能通过河流湖泊 甚至风平浪静的海域都没有问题 甚至还特别推出了WET模式 让Cybertruck涉水前 不但车辆悬吊高度会提高之外 并且对电池组进行加压处理 确保电机系统的干燥 但这个模式有一些限制 例如像水深 它是不建议超过保险感的高度 而且开启的时候 大约要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准备 启动的时间最长为30分钟 超过后会自动关闭 重点是特斯拉并不保固 涉水所造成的损坏哦 所以我就在想 真的有人会拿这辆新车 故意去涉水吗 但有时候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不时无法 在昨天我们看到有人分享了 Cybertruck实际涉水的测试影片 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我把影片连结放在说明栏里 大家可以过去瞧瞧 在这数次的城市里面 水最深的时候啊 几乎可以说是淹没了整个前档 好消息是 车辆依旧可以正常行驶 而且车内看起来是没有漏水的 除了在车辆底部 以及后方有一些塑胶板 可能因为水流的关系脱落之外 真的比较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后面车斗盖 以及尾门的按钮 没有了反应 但还好的是 如果用手机APP控制 这些功能都还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应该只是按钮接触到水而短路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呢 这样的测试 涉水能力算是符合你的期待吗 我这次觉得这样的涉水能力 肯定是比一般的传统引擎要好多了 至少它还能够正常行驶 但我还是很佩服这个频道 愿意拿新的Cybertruck 做这种尝试 像我啊 哪敢跟我的朋友 做出这样的要求啊 不过我这边能够做的 就是帮大家测试 特斯拉的FSD 全自动驾驶 好消息 我的车在这两天 也收到了V12版的推波 我对这一套完全改用 AI神经网路系统的自驾系统 期待已久 但因为这几天 南加州雨势不断 所以我在收到的当天 虽然马上开出去试用 但我原本只是想录 关于自动雨刷的情况 因为根据我以前对FSD的了解 这样的雨势 过没多久 它就会显示 FSD可能无法正常使用的提醒 所以我压根没有想说 要针对FSD的表现来进行录影 结果没有想到这段试驾 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以及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FSD V12版它的表现 比我预期的要好许多 甚至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情况下 都能够正常运作 这是跟以前的版本 非常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也会在这几天 制作FSD的试驾影片 不想错过最新V12版表现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追踪我的频道 但坏消息是 特斯拉原本就让人诟病不已的自动雨刷 在这个版本的更新后 变得更加糟糕了 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开车的前15分钟内 雨势不小的情况下 我的自动雨刷竟然连一次都没有启动过 这真的是有一点太夸张了吧 我后来受不了手动启动了一下 希望能够重置它的雨刷 但很遗憾的 接下来它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啦 在经过15分钟的驾驶后呢 它的雨刷一次都没有作用过 那我现在决定手动帮它拨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唤醒啊 OK这是我按的啊 可不是它自己作用的 即便我后来把FSD关闭 自己手动驾驶 但我的自动雨刷依旧是连动都不动 所以对于特斯拉自动雨刷的表现 我是非常失望的 在以前我常常会想说 如果特斯拉连自动雨刷都处理不好 到底要如何能够做到更精细的自动驾驶 但目前这个版本呢 反而让我感到有点错乱 因为它的全自动驾驶 在大雨中 雨刷完全不工作的情况下 竟然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只是大家如果够细心的话 可能有发现 即便我前方没有任何车辆 我的车驾驶的速度是远比我设定的时速 还要慢许多的 但不管怎么说 雨都下成这样 自动雨刷却连动都不动 不管是在自动还是人工驾驶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表现是完全不及格的 而特斯拉肯定也早就听到了不少 关于自动雨刷的抱怨了 根据特斯拉的一名工程师表示 他们将会尽快推出 关于自动雨刷的相关更新 其实自动雨刷并非什么很创新的技术 但跟其他大多使用降雨感应器的车厂不同的是 特斯拉坚持使用全视觉 也就是用摄影机来判断雨势 所以我原以为变成以神经网路来决断的V12版 连带的会让自动雨刷的判断能力变得更好 没有想到迎来的竟然是这么夸张的结果 真的还好我有录影有真相啊 从头到尾我的雨刷的设定都是在自动 不知道各位观众对于这样的结果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只希望这位工程师口中的顺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毕竟这已经是特斯拉的老问题了 马斯克之前早在2019年时还曾经说过 新的Deep Rain技术将可以处理雨刷的问题 但现在已经2024年了 各位看看我的车雨刷的表现 但我只能庆幸还好我是在南加州 遇到下雨的几率其实不多 但对于住在长下雨地区的朋友 我只能深表同情啦 但总体而言我还是非常期待 FSD V12版的表现 因为我同时有看到网友回报 他的车甚至会自动找停车位哦 所以我也迫不及待要跟他分享试驾内容了 没有意外话这个周末就能够推出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但无论是Subtrak或者FSD全自动驾驶 都是目前特斯拉最重要的产品 其中全自动驾驶到底能不能够只靠镜头 以及AI就能够成功更是攸关特斯拉这间公司 未来价值到底有多高的因素 不过目前最吸睛的肯定是Cybertruck莫属了 而特斯拉也非常充分的应用Cybertruck吸引目光的优势 即便它在美国目前交车量有限 但特斯拉已经开始计划在海外市场 包含了加拿大、中国以及日本 把Cybertruck带去展示 相信可以让更多原本不认识 或者不了解特斯拉的消费者 因为这台Subtrak而走进了展示厅 进而购买了特斯拉其他的车款 这样的效益可能会比Subtrak本身的交付量 还要更高也不一定 虽然Subtrak的订单众多 但许多消费者是根据之前发表会公布的续航力 以及定价而决定下定的 但目前显然不管是定价或者续航力 都比预期的要差了不少 所以在愿意加钱购买Foundation版本的消费者 交车之后 还有多少人愿意花8万多美金 购买实际续航力只有200多英里的电动车 因为大部分时候 我们的电池只建议冲到80% 如果在考量到卡车拖重的情况下 这台Subtrak的续航力可能只剩下100多英里了 所以最终真正愿意购买的人会有多少 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在这几年Subtrak的需求 会大于供应是肯定的 因为即便产能增加 特斯拉表示最终每年也只会生产约25万辆的Cybertruck而已 所以我并不觉得Cybertruck的出现能够马上带来交车量的大幅成长 但是它的广告效果应该是很不错的 真想要看到交车量的大幅成长可能要等到下一款 也就是平价电动车的推出了 但目前美国的经济还是非常热的 我们看到有许多人愿意加价 购买Foundation版本的Cybertruck 透过德州GIGA工厂的空拍图 我们看到数量众多的Cybertruck正在等着出货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Q1结束后 希望能够知道Cybertruck的交付量到底是多少 不过离开了美国 我们看到远在瑞典 特斯拉有一项隐忧正在悄悄的萌芽当中 几个月前我有稍微提过关于瑞典特斯拉服务人员罢工的问题 而现在这个事态显得是越来越严重了 由于特斯拉反对工会的立场 决定不与瑞典服务人员签署集体协议 而现在有另外一个工会组织SECOL 瑞典服务和通讯员工联盟 也加入了工人抗争的活动 他们的做法是将封锁瑞典所有特斯拉超充站相关的工作规划 准备扩张网络 拒绝提供服务以及维修的方式来进行 如此一来将会影响特斯拉在瑞典推出新的超充站 以及现有的超充站维修将会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不止瑞典 这些工会组织也将会联合丹麦以及挪威 一起来抵制特斯拉的营运 当然各位肯定知道 马斯克的立场对于员工成立工会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不知道这场抗争将会维持多久 延烧会到多大 而最终会不会烧回美国这边 也是各位投资人应该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呢 在我看来啊 这些工会团体是非常团结的 或许是因为文化的关系 尤其在欧洲 工会发起罢工 这是在常见不过的事了 但最终马斯克是否会妥协 万一妥协的话 各位觉得美国这边的员工是否会蠢蠢欲动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最后在今天 美股市场由于NVIDIA领军的关系啊市场是一片欣欣向荣 S&P500继续突破历史新高 但在昨天才刚发布财报的Rivian 确实重衰 因为在去年第四季的毛利率下滑 同时还宣布将要进行约10%的财源 而特斯拉虽然也算是跟AI有些关系 但是并没有搭上这班顺风车 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 虽然特斯拉是小涨 但是却连大盘的涨幅都还不到 这确实是让人有点意外的 不过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股市的热潮已经由电动车板块 转移到AI产业去了 由于电动车竞争越来越激烈 以前尽力爆炸高的特斯拉也需要不断的降价 而原本专注在高阶市场的车厂 也开始要拓展最多消费者所在的区块了 像是Rivian将在3月7号公布 他们下一款新车R2 Rivian的CEO也透露啊 R2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特斯拉的Model Y了 他也提到对美国的买家而言 48000块美金的定价是放弃燃油车 转头电动车的甜蜜点 所以我是很期待这款比R1S较小的SUV R2 它的定价最终会是多少 而且我也相信这台R2的推出将会有一定的竞争力 因为不管是它的大小以及定价 我想应该是跟Model Y是高度重叠的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帮Rivian创造出像特斯拉的Model 3时刻呢 我们就等到3月7号的发表会来看看内容吧 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边 如果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希望各位好朋友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下站 给我一些鼓励 还没有follow朋友的朋友 也记得按下中键并且打开小铃铛 由美国沙码想要免费获得Amazon股票 以及抽其他15股免费股票的朋友 记得透过我的连接申请附图账户 并且入金6888美金维持60天以上 就可以获得啰 除此之外 闲置金额前三个月 还可以再想8.1%的超高额利息 这场活动即将截止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那这下这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